我希望您从医院 帮穿上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 停住 停住 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 想要设备就设备 想要进口就进口 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 帮大忙 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我能摘得下来吗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 星星月亮离谱 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 童小梅 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哪儿去了 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我知道很难 这不就来求您了吗 别给我灌米后汤 不用说了 不可能 妈 我明着告诉你 医院没有这个途径 我也没有办法 你自己有本事 自己去弄吧 我管不了这么多 我昨天我当进口门 我整个都翻了一遍 我就差抠砖去了 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 我一想啊 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卷不能砸手里啊 我就让平盖起子出去问去了 问问说谁能收外汇卷 结果你猜怎么着 那帮收外汇卷的 一听说是这事儿 第二句人都不听 没头就走 我一想啊 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 我后来啊 我就抽冷了 我看有个落单那小子 我就给他拎回来了 搁你房间绝对没动手 这怂着呢 下午两下当时全招了 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儿 北京外汇卷这一块儿 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 三哥呀 最近来了一朋友 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卷这个买卖感兴趣 就要插一杠子 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 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卷 谁都不许收 所以燕秋姐 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的事儿啊 我一听啊 那葛大爷估计啊 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了 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 经济市场了 公民竞争 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你说说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哥 你讲话了 我现在都钻那前沿里去了 我得罪谁呀 我得罪 你们呢 我也得我能替鸽子呀 哥 我 我也不得 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 以前 以前 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 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 再说了 谁那么多年了 到现在才翻那旧账了 咱 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 没有 我找个弄的 多大岁数啊 什么年代了 还指着大家解决问题呢 坐下 那你说怎么办 哥 咱点外汇件全都砸手了呀 这几天啊 你们几个 先别往外瞎打他了 容我想想着 不是 哥 你老想什么着 再弄它不就完了吗 哥 我想不着 再跟咱点火儿说 行 那 开吃之前 老规矩 我讲两句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今天是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号 晚上六点三十八分 今儿我们大家伙欢聚在这里 一同庆祝陈宏军同志 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 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 来 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 却从未松懈的陈宏军同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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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哥 我继续努力 别骄傲啊 还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说啊 这个很重要 这一杯 敬给一直陪在陈宏军身边 的叶芳同志 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 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 我们的陈宏军同志 也不可能这么快地成为动脑之材 来 准备 来 谢谢啊 进房子 谢谢你 进房子 来 红菌 你得好好对房子 哥 我记住了 今天 我和红菌有件事想跟大家宣布 今天我和红菌有件事想跟大家宣布 我和红菌有件事想跟大家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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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没什么事想物 我跟红菌有件事想跟大家宣布 我和红菌有件事想跟大家宣布 你好 你 你说 方子 咱们俩一路走来 我特别感谢你 谢谢你一直帮助我 包容我 陪伴我 其实 我这人呢 身上挺多毛病的 有的时候你也是很铁不成钢 对我很失望 其实这些我也知道 不过那个从今往后 我愿意为了你 去改变我自己 因为我想跟你